歡迎前輩林書零贏 在歡呼聲中 哈佛小子林書豪帶著災難笑容 出席公益園夢活動 化身親切的舒豪哥哥 不但和夢想之家的小朋友們 玩起趣味互動遊戲 讓現場氣氛彷彿來到歡樂夏令營 接著在真心話大冒險時間 小朋友也好奇了 怎麼樣才能長得這麼高呢 我是 我到高中的時候 我是非常矮 非常瘦 我到我九年級的時候 大部分的女生都比我高 我在高中長了12 inches 吃很多喝很多牛奶 我比 通常 I ate as much as 3 people 真的嗎 不要忘記睡覺 睡覺會幫你長比較高 所以你睡覺也是睡三人份 即使長高到了一百九十一公分 加上不斷的努力 讓林書豪創下林來豐的風光 不過大家更想知道的 是在挑戰NBA的路上 Jeremy是不是也有無法克服的心魔 一年在NBA我是加盟勇士隊 然後我表現比較不好 因為我給我自己很多壓力 所以我每一天到球場的時候 我就打得很亂 然後大家都一直笑我 然後記者一直寫壞話 然後粉絲就說我不應該在勇士隊 或是我不應該在NBA裡 父母會說 做你的最好 和相信神父 那遊戲裡比著小愛心 和書呆子的搞怪姿 林書豪不只和小朋友們打成一片 也像個林家大男孩一樣 坐在地上促膝床潭 過真誠而溫暖的分享 希望用自己的故事鼓勵小朋友們 勇敢追逐夢想 在體育新聞採訪報導